好莱坞有个著名的黑帮电影片 叫教父 拍了一二三 马龙白兰度 阿尔帕西诺呀 什么罗普特德尼罗都在里边 冲达重要角色 这个教父里边 那个老教父 他的原型是谁呢 就是刚才我说的卡罗战比诺 这个人呢 深藏不漏 你几乎抓不着他犯罪记录 但他确确实实是黑手党的一个老大 一个教父级人物 他当时呢 就提出来呢 说我们没有必要和政府应对抗 我们要做正行生意 表面上看我们就是个公司 而且他总结的是呢 我们要和政府 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但是呢 也要跟他有一定的合作 他当时提出两点呢 很有名 就是我们特殊党一定不要干的事 是什么呢 首先一个不要贩毒 第二个呢 一定不要杀害执法人物 他这两条其实是切中要害的 为什么呢 贩毒和杀害执法人物 说你把法官警察杀了 这事极容易犯中毒 而且当时呢 美国的这个执法部门的经费有限 你要想抓着黑手党隐蔽的犯罪 经费有限 基本上抓不到黑手党犯罪的证据 你只能控制一个之后 你就给放了 可是如果你贩毒 你杀警察 杀法官 引起公困之后呢 议会就会同意给警察部门呢 拨更多的经费 他有了经费之后 抓黑手党就更方便了 所以当时呢 卡罗甘比诺呢 提出来这两点 其实是很要害的 他甚至是 执法系统多次 要控制甘比诺 在最后发现都没有证据 没办法 没法判得罪 所以他当时在美国社会 反而有很好的声望 一些对美国社会不满的人呢 就追捧他 包括什么情况呢 甚至他参加一婚礼 新郎新娘都跪下来吻他的手 然后现场为他唱歌 唱什么呢 就是我们看当时 美国影片教铺里的主题歌 那我们节目一开始给大家说 意大利这个 刚死了这个黑手党大佬呢 卡莎莫尼卡 他的葬礼生就是 演奏的就是 教父的主题歌 而且演奏了说 空中有支撑飞机 往下洒花瓣 上千名罗马人 上级人为他送行 还哭去那个悲哀 就说这位黑手党大佬 葬礼生得到这种待遇 人家这个卡洛甘比诺 在生前就得到这种待遇 电影里有那么句话吗 说对于黑手党的这个教父来讲 能死在床上是一种奢侈 就是平安的死去 这个卡洛甘比诺 最后就是平平安安的 受众整形 所以他这样的策略 对后来黑手党的形势 有很大影响 因为当一个国家 它越来越发达之后 民主与法治是必然的结果 政府的控制力一定会提升 你再按照以前 打打杀杀的方式 那么恐怕肯定是进行不下去了 所以后来反过来呢 在意大利的黑手党 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那么意大利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呢 也是打击黑手党的犯罪 在这之后呢 黑手党的犯罪手段越来越隐蔽 由原来那种打打杀杀呢 变成了做所谓正行的生意 其实是以非法的手段来掩护 然后获得了第一桶金之后呢 把这第一桶金明明是黑金 经过洗钱洗白了之后呢 投到正行生意当中 所以这是后来意大利黑手党 普遍做的事情 甚至呢 他们还去主动的做一些 跟公共服务慈善有关的事情 来掩护自己做正行生意 就是他们原来得这钱是黑钱 通过做正行生意把它洗白了 所以我想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 通过媒体了解到洗钱这俩字 这俩字怎么来的 就跟黑社会有直接关系 他挣着钱是黑的 那么通过做合法生意洗白了 现在的意大利黑手党呢 他有各种各样的方式 你比方说垄断建筑工程啊 垄断水泥产业 垄断这个公共服务里的 收垃圾这个行业 他通过这个赚了大钱 而且呢 现在的意大利黑手党里边 那可不再像过去那样 说一个老默深算的教户 领一帮打打杀杀的兄弟 不是那样 黑手党里什么人才都有 你看这IT界的优秀人才 搞房地产的 投资经营的 金融领域的 这样的人才在黑社会里头 应有尽有 你看在这个西方社会 出现金融危机的时候 意大利黑手党 当年的收入是1300亿欧元 怎么做到呢 就是趁着金融危机 收购低价的房地产 同时给一些这个企业家 高利贷 就是说黑手党 这些人是很有经济头脑的 他现在开始呢 用这种渗透的方式 什么叫渗透方式呢 黑手党 组织犯罪的代名词 从打打杀杀的社团组织 到左右政府 垄断经济的黑恶势力 他是如何一步步发展壮大的 时代变迁 黑手党的生存 遭遇哪些挑战 他们又是否已经走到了 涂风华节的边缘 老梁观世界 黑手党大佬的奢华葬礼 稍后继续 这些人是很有经济头脑的 他现在开始呢 用这种渗透的方式 什么叫渗透方式呢 他经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呢 是用这个政治渗透的方式 第二阶段才是经济渗透 就政治渗透是什么呢 我通过这种贿赂啊 或者恐吓的手段 先和某一个政治人物结盟 然后跟着政治人物结盟 通过他来保护我们 赚这些黑钱 第二个阶段是通过这个经济渗透 是我在经济上已经成气候了 我通过这个 在经济上支持某个议员 支持某个政客竞选 或者支持他在哪个领域之内 让他做出成绩 反过来他充当我们的保护伞 给我们提供比较优惠的政策 来发展自己的这个公司 所以现在这个黑手党 都经历两个阶段 政治渗透到经济渗透 通过这个 现在来看经济渗透 对目前的社会来说 是非常管用的 其实这一点 在我们中国历史上 也曾经出现过 你比方说上海滩青帮 那三大佬 黄金融 杜月笙 张晓林 最有头脑的是杜月笙 杜月笙本人跟蒋介石交往也很多 但是杜月笙认识得非常清楚 就和政治之间的关系 我们怎么样利用政治 因为蒋介石走投无路的时候 在上海曾经拜黄金融为师 为了夺材 当然后来黄金融也不敢 真以蒋介石师父自居 把当年的拜天官官的送回给蒋介石 杜月笙有句很有名的话 说是我们这些青帮干嘛 就政府的丫鬟 这蒋介石就是拿我们当尿壶 有事儿说拿出来尿一下 没事儿说扔到床底下 不敢见人 还嫌脏和臭 这杜月笙一句很有名的话 就说也许杜月笙这样的经历 也恰恰是意大利黑手党 政府打交道的经历 就是当政治比较黑暗 或者暗昧的时候 那么黑手党就会采用 渗透政治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当这个社会一点点走向清明的时候 那他就会用经济渗透的方式 间接的来控制这个社会 他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 打打杀杀那种黑社会 所以现在我想 他对意大利社会这种渗透 引起一些政客的不满和担忧 是有一定道理的 就是你现在的法律手段 你很难对眼下黑手党的作为 直接定罪 直接判的什么 而黑手党也放弃了过去一种 暴力犯罪的方式 他这犯罪的途径和渠道的方式 变得越来越引力 其实这个现象 绝非黑手党一家的事 整个世界范围之内的黑社会组织 都发生了这样的变化 那么黑社会组织 如果公然跟法治对着干 它是没有好结果的 因为和平时期 国家往往对社会的控制力 会比这个混乱时期要加强很多 也就是说过去黑社会 积攒下来的资金和人脉 现在等于洗白了之后转化成了比较正经的生意 所以现在世界各地很多传统的黑社会组织 已经变成了很正规的一个经济化的公司了 当然他们还可能有各种违法犯纪的行为 但是这些行为都变得隐蔽了 所以我就说 黑社会组织产生之后一点点扩大了 它侵犯别人的权益了 由原来正当的保护自己权益使用暴力 转化成了欺凌别人使用暴力 所谓的黑 我们广义理解来看 就是和白相对应的 所以当一开始出于反抗压迫 一种暴力行为 到后来他自己变成了欺凌别人的时候 他的合法性就丧失了 而这个时候恰恰就是黑社会组织彻底瓦解的时候 我把他们做到这一步 是藏着某个车子 如果我吸引人的